大家好,歡迎收看星期二下午的每周一股 我是林梓彤,請來Stanley和我們聊聊天 Stanley,你好 先和大家回顧上星期推出股份的表現 上星期你和我們推出維他奶三四五編號 我們看到恆子上星期推出股份的時候 下午收市28,830,12點 下午收市29,291點 升上了459點,升幅第1% 股份方面,維他奶上星期下午收市20.2 下午收市20.1毫半,輕微跌了0.25% 我們看到其實推出股份的時候 11月28日出一個業績之後 看到維他奶的股份都連日做好 趁它回的時候就推 但也未回到你建議的買入價 如果想跟回你的部署 是不是繼續等下 等它低一點才再買呢 原來維他奶也挺硬的 因為最初我經常覺得 它之前的股價的升幅都比較大 所以都打算它有機會調整 但怎知道它真的硬脹 它黏了10千線行 它和它的波幅其實很小 我覺得是幾毫子的波幅 但是又不需要這麼急買 給一些耐性 因為始終它的估值上是不算便宜的 只不過前景相對比較理想 你看到我的買賣策略都不是很進取 所以暫時來說都會建議 十九個半這個位置才賣借維他奶 現在都是先觀看 今早早的時候都和你談過一隻信譽 你說不太擔心這隻股份 可以暫時保留先看它業績的結果 但是今天信譽都看到 它靠著Samsung出新機的消息 就彈了一點 如果彈到你的買入價 或者更高一點的時候 你會不會選擇先吃了壺呢 我說我又不會住 都說回我買入價多少 應該是114.3 剛才你說115這價 當日為什麼會買順語呢 最主要都是那句 即是說得出 叫大家115下 可以hold的時候 有網友都說 115到我機會來了飛雲 我都說 既然這樣大家都一起買 買在家 但是股價又有些 升上市之後 那一陣子沒有走路貨的 之後下來 現在也跌穿了那個 叫做買入價 但是 追蹤原因 最主要都是說公司的出貨量 可能就微如理想 大家現在開始擔心 那個行業的情況 是 但我自己真的做了一些研究 就是說 本身 它那個鏡頭現在是 現在可能有大趨勢 就是一些混合鏡頭 那這些鏡頭本身會比較薄 因為 如果你看回現在 也說多一點 因為好像iPhone X 那你現在那個鏡頭 如果是純用玻璃的話 按道理 其實是會比那個機身 更加厚的 所以現在開始有很多的 一些手機 甚至乎很多其他的裝置 就是說 那個鏡頭 開始會用一些混合鏡 即是塑膠加上一些玻璃 這樣做的 但是工序上會多了很多 甚至是說 可能它那個戰用 那個七彈士的時間 是對長了的 所以你說出貨量 是不是因為錦儀有一個 是減少了呢 這個是要做觀察的 但是 有機會可能 以價報的量 因為這些鏡頭本身 那個單價 可能比以前傳統的 那些鏡頭的單價 可能是高成五成至一倍的 所以我又看 對於 順利的看法 又沒有主要 真的這麼悲觀 所以都是維持 暫時來說 有貨就先拿著它 但是加也不加住了 因為 一生日常費太貴了 都加不了多少 所以 所以有錢的話 都未經留一些資金 可能選擇騰訊 嗯 今天都說過 最重要是 看著騰訊 最核心的持股 核心持股 好 但是今天一股 都要跟大家說 我們就不推股份 今天做些什麼呢 反而是回顧 Stanley 2017 年 那十大推介股份的表現 看看成績表 這個就是頭五名 我們按回報 去看今年推介的時候 有一個表現 這個大約的回報 我們以12月中的一個價格去計算 最好當然是騰訊 你的愛股 看到今年的回報大約升了一倍左右 但是騰訊也不會離開的 騰訊 也是的 所以看到那個 目標價 一會和大家再逐一隻 逐個版法會說回來的 這個是頭五隻 比較好的表現 是 你說這個 這個新意網 和這個 好像是這一隻 這一隻是後加下去的 就是叫做年中的時間 叫做一些多價 叫做換馬 換這一隻 但是在頭四隻裡面 都叫做是上年年尾的時間 選一個的推介 然後再說一些背景資料 因為那時就在官堂 在官堂分刊的中營的講座 那時就忽發其想 就跟大家可能有十隻股份 可能在說今年一個的推介 那是深水推介 如果你看到這頭五隻 哪一隻都叫做收貨 頭三隻叫做排人大使 然後四和五隻叫做跑輸一點點 但是 都算是這樣的 新意網你都說是代表作之一 我新意網也是 新意網 我覺得如果你說短期的時間 應該是年中還是八、九月份的時候 那時推介 都叫做個回補 都算是相當不差的 當然是比較好的 是差的也有講的 沒有理由就引落洋上 看下一版 下一版是差的股份表現 你看看六位 都可以的 中韓信 都是跟新意網同期的 回報都是2%左右 但是年初至今這隻表現是不差的 但是另外那四隻 頑皮的 特別就是 你可以說 其實中鐵建有些不好採 中鐵建有些不好採 因為我那時是欠 我目標價是12元的 中鐵建最高位置 掉到以前是11.98元 所以那時是未到價的 但是欠了一格 所以之後那個價 下來了 現在更加要倒退 另外好像八和九 就是兩隻藥股 又是有些叫做 差 因為藥股在今年的時間 變成其實是強的 還有這隻藥股 是很推介的 好像是整個集團 稍後我跟大家再說 這隻的情況 但是我最失望的 就是第十 就是中國銀行 勸雙股 是呀勸雙股 因為我自己初頭也有信心 就是勸雙股 真的在翻譯年底之前 就做得比較好一點 但是都真的事與願違 所以這十隻 就可以說是今年推游股份成績的情況 好 剛才你也說到 除了這十隻的股份之外 其實我們每個星期都會推 都會有其他股份 例如剛才你所說的 這隻石藥 還有原來這隻龍宮 都升得不錯 龍宮今天還要發賣營起 去爆到三元以上 另外 但也有一些 例如現代木業 或者2188 2338這些 表現就未如理想 都指示了 又跟我們更新你的策略 或者看法 這個可以解釋一下 因為其實剛才那十隻股份 其實中途有些是換馬 譬如石藥和龍宮 是叫做多價的 其實不止這兩隻 你可以說三五四 中途國際也是多價 還有盟友也是 但盟友和中途國際 沒有再換馬 因為都覺得可以先拿著貨 但這兩隻因為太快了 這兩隻其實推介了 不是很久的時間 已經過了目標價 所以都是換馬 還有石藥其實是買不到的 因為其實那時候 定價是七個八樓下 最低位去過七九六 其實賣不到的 但這隻的表現就真的相當之厲害 因為你看到今年現在的價 是十五十六塊的位置 都真的很厲害 龍宮就是那時候 因為最主要是看那個叫做行業 即是說那個叫做蠢型機械 是那個行業本身 是那個 語言 我覺得今年是OK的 所以當日推介了龍宮 那個目標價都是兩個半 其實你選一條數 那時候也有點誇張 說過六這個位置 兩個半 但之後也很快 由多價之餘 再升上去 所以回報都是厲害的 你看到下面 圍柴都是這個概念 圍柴其實本身是接力的 農宮多價之後 然後我選一隻圍柴 但是沒有什麼耐性 其實你看到下面那幾隻 有些是沒有在耐性之下就沽了 那印度木業和泰坦呢 是令人失望的 印度木業的價格也是升不起 但泰坦反而是得意在寨的話 其實論那個行業的前景 它又不是差的 這一隻都是叫做 在頭十隻裡面 一隻選的故事一來的 但問題是說 它做一些電動裝那些 那個結業務 但是似乎市場一來就好像不好認識 第二的話 它的股價表現是差的 所以之後也在中途的時間 就叫做止瀉了 但是你可以說這些股份 就是止瀉完之後 那個表現有好又不好 好像是圍柴 其實價格都曾經升得很誇張 但是其他兩者 真的要表現比較失禮 好了 我們簡單再總結 這十大推介股份的表現 十大推介股份 有六隻可以升 有四隻就要跌 四隻都已經去到目標價 分別就是中遠國際 石藥 蒙牛 以及借中國農工 回報率就是以石藥 農工和騰訊是最強的 年初到現在的回報 大約是差不多一倍 三隻股份都是 騰訊更加超過一倍 最差就是銅銀行銀行 分別就是累積跌了大約兩成七 以及一成九 大致上來說 你滿不滿意這份成績表現 不是很滿意的 說真的 當然你可以說自己 希望十隻都有錢賺 大約說真的都很難的 還有今年其實這十隻裏面 你可以說是否很主流的股份 有些又未至於是 你看到有些都是 嘗試推介一些比較冷碗的股份 當然現在你說是否冷碗 好像農工這些又不算冷碗的 但是這些是成功的 但是相反你說好像同仁堂科技 這些是差的 差的原因是因為有些可以說 自認有些是看錯了 那個行業的股份的情況 但是如果以回報率去看的話 石藥農工和騰訊 那個年初至今 如果是年初至今 因為剛才那些回報 是有推介至今的 這個年初至今的表現 其實是OK的 都說是九成多的回報 都算是很不錯的 不過你說如果以差的 都是頑皮的 你好像同仁堂科技 都說是兩成多 銀河都有成 說是一成八 都真的比較頑皮 不過就希望 下年 就是今年的 下年推介 希望成績會比較好些 下年那個推介 我們一月回來 那個每周股再談 因為下星期二 就分架了 沒錯 但是我們都要看回 你今次的 十大推介股份 十個裏面 有四個都是科技股 今年這個板塊 都很飆青 圖表都可以見到 就是今年的回報表現 接下來 你又覺得科技板塊 你就很專心去鑽研這個板塊 對 沒錯 又逐一隻說一下 他們的情況又如何 先說你的外股700 好 下一版我們看看 經常說他AI Big Data 很厲害 但是接下來 即是 國際能否保持到之餘 又有什麼因素 會左右去表現呢 我想如果以 大家最近最關注 甚至乎可能對於 騰訊的看法 是有些分歧的地方 就是它那些手遊方面 是那個的表現 開始大家是有些關注的 好像你說黃哲明耀 大家之前都知道 它是最好賣那一隻 即是最受歡迎那一隻遊戲 那個收入開始有下跌的趨勢 但問題是 你手遊市場本身是一個 即是你很難可以維持到 一個很強勁的走勢的市場 因為其實每一天有那些遊戲 推陳出生其實很多 所以黃哲明要能夠 在那個叫做 那個收入榜裏面 最長期高 高的位置 其實都很難得的了 所以你說它現在下跌 正常的 我覺得沒有太大的意外 當然大家對於你說 去年一些遊戲 好像吃雞 即是這個叫做 江明使命 這一類的遊戲 有些憧憬 但我自己反而都不是的 因為我會覺得就是說 這些遊戲 那個玩法的模式 你很難可以很持續地 即是很受歡迎的 所以我都經常說 你說講騰訊 大家都是比較看回一些 叫做將來的發展 就真的像你所說 就是AI和這個 Big Data 這些發展 其實第三個 point 你見得到的 All in AI 是什麼 其實是百度所說的 就是百度去回到一個 的發展裏面 它很強調就是說 要將可能從現在 之後發展的大方向 全部做AI的 但是騰訊的想法 突然轉 它就是說 AI in all 即是基本上是 所有的東西 都可能 即是說多或少 都跟AI扯上一些的關係 如果大家有興趣 因為時間關係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反而就可以自己看回 就是說 絕藝 還有這個 就是騰訊密影的一些資料 絕藝是好像 這個AlphaGo 下棋 其實有些新版本 都是見得到它的技術 不斷提升上去 而騰訊密影 在這個 騰訊醫療方面的AI 都在內地 很多醫院 都開始會用 所以你可以說 將來那個發展的大趨勢 還是很理想的 也都會作為一個 核心的持股 雖然你可以說 下年的推介 還不是時候說出來 但騰訊一定是在裡面 都可以 都是膽子 但未來 就是比較關注 互聯網的政策 在內地方面 還有大股東 這個Lasper 那邊的舉動 因為有些消息 就是 似乎他都有機會 可能會有些減少動作 但是 大股東也曾經說 就是 騰訊的股價 一陣子都未見到頂 所以都是 留意公司 這個大股東 那個舉動會看 怎樣做法 好了 講完騰訊 還有一隻中原國際 剛才也說到 今年差不多升了 三成半上來 接下來 又有些什麼因素 要特別留意呢 你會不會繼續看好這隻股份呢 我想我也會看好這隻股份 因為論到增長的話 它的增長的潛力都大 今年上半年的時間 都有三成 而且它本身跟很多大的客戶 包括華為這些 那個合作關係都比較好 但我比較關注的是 究竟公司之後的業務的增速 會不會有機會放慢 因為你看看公司 其實由 其實最喜歡國際原先的時間 其實是創業版公司來的 由於轉了主板 由於發展到現在 那個營業的增速是快的 但是過去這一年 今年上半年的時間 自然那個增速方面 是有些減慢的趨勢 這個是要再觀察的 還有就是說 因為我相信 你說在很多 IT 公司的身上 出現了一個問題就是 可能你在那些人工成本方面 是會越來越高的 這個可能對於公司的盈利方面 有一定的影響 還有就是業務的拓展性方面的情況 所以這一隻你說 是不是下年的深水推介 就可能未必是 但是就變成 你可以說公司的前景 都仍會 相對來說 都仍是樂觀的 嗯 好 還有兩隻科技股 就是你上年推介 中航信和新意網 先說中航信 這隻股份 就是在四隻科技股裏面 表現比較一般的一隻 略為升了大約是百分之二左右 是的 沒錯 那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呢 以及前景 你又會不會調整一下 這次我都很樂觀的 這次你可以說 以我們的行業來計算的話 大數據的概念 它真的有很多 其實你可以說 為什麼股價做得比較差 因為它長期都是在一個區間上落 明顯可以說是在一個區間上落 那時候推介的時間 現在這些價錢都不是算很低 那麼大對於公司的前景的看法 是樂觀的 因為公司做了一些叫GDS的系統 其實你可以說在內地方面 是獨視的 就是有一個比較高的論亂性 還有就是內地方面 會在十三五的時間 會有很多新的機場 會建設 對於公司的幫助都會比較大 所以這一隻我自己看 就真的沒有我 都仍然很樂觀的 嗯 新意網 還有你都說到是個代表作 明年呢 有機會現在申請轉主板 有沒有機會 這個因素真的炒了沒有 明年如果真的成功了 會不會再有一段的炒作呢 轉主板 我覺得幫助又不是很大的 只不過就是 你不是八字頭而已 就是這件事而已 還有你說多基金可能會有機會 可能會參加 就是會買貨 但是最主要是因為 本身我對於數據 資料中心這件事的看法 是很正面的 嗯 特別是說很多的公司 都要用這個雲的雲服務 這些 雲基礎這些 那個對於那個 數據中心的需求量 是會大的 嗯 所以我覺得就 雖然我估值上是比較偏高 但是這隻長線來講的話 都是樂觀的 所以按道理 這隻都可能是會 下年的深水之選之一 嗯 好了 除了科技股之外 我們都要看上年 即是今年 今年 表現比較一般的兩隻股份 分別是銅銀糖 和赤銀河 那隻銅銀糖 當初看到的原因 就是同系A股公司 銅銀糖的PE 比這隻1666的PE 就會高很多 沒錯 相對是一個比較投機的一個做法 那現在的基本因素又是怎樣呢 策略上 又應該怎樣做呢 基本因素 它沒有一點變過的 其實說真的 但是問題是 為什麼我說看錯呢 這隻當年是買的時間 第一 買一個品牌 銀糖三個字 第二 就是本身跟那個 就是內地A股那間的銀糖 那個股價上 有一個比較大的差別 就是這間比較便宜很多 所以當時覺得就是 筆水 它是一隻叫做 公共通一的股份 那當時覺得不想有機會會下來 可能你說 就是拉近兩者的差距 但是 這個證實了是不行的 是沒有這回事的 所以它的價 就是第一升不起 第二就是說 它那個業績 其實是那個增長的動力 是慢了的 好像提及到首三位的時間 都是多賺 大概是1%2在做 那麼 表現都真的比其他的股為差的 不過你說現在這些位 又叫做是 估值上又不算很高的 所以如果第一有課的話 暫時都可以先搭貨 嗯 還有一隻中國人河 我經常都說 那些勸商股 就是想令人打爆個屏幕 是嗎 絕對是 絕對是想打爆個屏幕 因為現在呢 就是見到內地勸商 那些佣金已經是 非常低 還有競爭很大 A股又沒有什麼起色 那麼 就是明年的情況 會不會繼續是弱者愈弱呢 我覺得 明年有機會會改善的 但問題是我怕了 我真的有 老實講 你可以說自己 這個股份是失望的 失望 失望 比剛剛同仁堂科技 那個跌幅是叫做 相對比較多的 但當我看錯股份 那些投機性比較差了 但這隻是完全猜錯 A股的矩然 第四季 所以我自己真是很失望 這一下是失望的 而且因為A股比較差的情況之下 這些勸商股 更加沒有運行的 還有因為內地方面 一些監管的舉動 還有延打一些違規的炒作 令到那些投資者對於這些勸商股很介心 因為我們有很多的勸商都是經常被人罰錢 所以令大家都有些擔憂 但是你說 明年希望入魔子的時間 這堆勸商股呢 有機會可能會被插浸 但是 有時候真的叫做什麼 怕了一次 即是一招避射咬 沒錯 如果大家有貨的話 希望它如果彈的時候 分階段才能減持 至少只要虧 好 除了這十大推介股份 你之前都有推介過光大國際 這支你都似乎挺喜歡的 我喜歡的 還有今早即使公禮 你都說到 即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可能都會有一些環保會議 會說的 光大的前景 是否會繼續看好這支股份呢 會是 還有公司本身去上半年的增長其實厲害 是差不多五成 我會覺得你說 如果以公司的業務的發展 甚至乎之後 即未來的增長的步伐 都會比較快 因為很多的項目 開始落成了 變成去公司 即是由以往 可能你說 不斷投資很多的公司 變相就是 多錢回來 那幫助是會大的 所以我覺得 就是 未來這一、兩年的時間 公司的比例是會越做越好 這個是我對它 一些比較大的信心 還有就是 就是我一直都要看公司 拿到多不多的項目 那其實 我想這一個是一個多個月的時間 公司都拿了很多 垃圾化電 或一些危費處理的項目 那些一旦回來 所以對於公司也有一個比較大的保障 還有就是 我想環保股這個範疇 都沒有手機了 是不是 所以都仍然看好它的前景 而且這一支 都仍然是環保股裏面的首選 好 最後講完那些藥股 好 十大推介的股份裏面 都有一支國藥的 但是同時你都推介了石藥 這支不是漏的 這支 這支 整個藥板塊都算是表現都幾不錯 石藥 這支是好 這支 都是藥股裏面的首選 會不會 我會是 還有因為 再講一件事 藥股其實很難研究 有些朋友都問我這支金絲瑞點 我真的有研究過 但我真的看不明白 因為那些藥股 那時候 你要看它裡面的藥股是做什麼的 東西 好像營光幕上面你見得到的 就是欽必泡 歐萊寧 延寧這些 因為我研究過石藥 我都很清楚那些藥做什麼 它做一些可能是中風的藥 那些可能是 心血管的藥 那些可能是心血管的藥 那些後面那些多美素 那些都是中流科的藥 那些是很清楚的 你知道它那個的前例 甚至乎 它還在哪裡 那些藥股其實你真的看完都不知道什麼 我本身真的是 但是這支本身就是 它創新藥的發展是比較快的 那我都預計了 就是在之後的時間 那些方面的增長都還會比較高 而且因為在內地方面 其實在近年來計 自然那些叫監管局 那個高層換了人之後 其實那個審批的出道是快了很多 所以按道理對於公司來說 都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幫助 所以這支其實都可以說 都仍然是藥股裡面 我會覺得值得比較留意的股份 嗯 好了 回顧了今年推介過的一些重點的股份 明年究竟推什麼股 Stanley有了心水味嗎 現在 我想有了大部份 還在做功課 我想有六七成度 但是其他一些都還要再做功課 還有可能 明年就不單單是說推介這個股份 可能等於ETF 嗯 還有整個投資組合要怎樣分佈 我們1月2號 分佈也好 定也好 都ok 那明年的股份 你怎麼看 又混了 我覺得上半年應該是ok的 但是我怕下半年 我真的覺得下半年 那個變數會比較大 因為最主要是因為很多地方 開始收水 這一下 我還沒想到 但是沒什麼 可能那些十個股份 上半年都達標 這樣就可以 到時候再調整投資組合 大家記住留意 我們1月2號 每週一股 就會有Stanley 教你如何配合 整個大市的走勢 講一講明年的部署策略是怎樣 不過都要跟Stanley做一個申報 剛才說了那麼多股份 你自己持有哪一種 信與新研網和騰訊 好,謝謝Stanley 稍後回來我們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回來再見